作詞文明 李宗盛 走 見好了 我家住了 超級過 你在幹嘛 我在拍VLOG 今天回家拍 我有试过在工作室拍vlog 但总感觉有点不自在 因为人有点多 而且你在那巴拉巴拉讲的话 影响到其他人工作 所以今天提前提前下班 让我先打个车先啊 坐在阳台吸一下买 今天杭州的户买超级大 在杭州我都不敢大口的吸气了 因为可能比吸烟还要严重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牛仔裤 聊一下我当时怎么接触到牛仔裤 怎么开始养牛的 以及水起牛跟圆牛该如何抉择 就一期纯粹的聊天视频吧 我第一条牛仔裤没记错的话 应该在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逛街在街上买的一条 大概三四百块钱的一条牛仔裤 当时这个数字对我来讲 其实是蛮贵的 嗯 然后我拿到牛仔裤 我穿一段时间 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说不去洗它 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一种本能反应 我当时还跟我朋友打赌说 我能一个月不去洗它 然后之后穿的就是发臭的那种 还真的一个月没洗啊 这是我第一条牛仔裤 那条牛仔裤是破洞的 上面相对缝着一块红布我记得 然后当时的话 我对牛仔裤是没有什么系统认知的 我只觉得这种破洞牛仔裤很酷很帅 我就需要买一条 然后真正的一条牛仔裤 是在高中了 那时候手里潜眼多了 开始膨胀了 开始看里维斯了 里维斯在当时的 对于当时的我来讲 其实是很贵的一条牛仔裤 因为它动不动就一千块钱左右 当时有点可望不可及的感觉 但有一年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 对我特别好 然后就去杭州大厦逛街 老王就买了一条 将近七八百块钱 可能接近一千左右的 这样一条比利贵金牛仔裤 老王那时候 因为由于买的比较贵嘛 买的比较贵 所以就特别珍惜 也是不怎么去洗它的 然后我记得当年有一次骑车 把它摔破一个洞 哇好心疼 好心疼 然后直到那时候 我才开始更详细的去了解牛仔裤 因为你说里维斯嘛 他总会跳出来一些 不得 睡醒了 总会跳出来一些 有关圆牛的一些东西 我才了解到圆牛这个东西 原来我们平常穿的牛仔裤 都是已经经过水洗过了 当时知道圆牛这个东西之后 就仿佛给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因为我前面也讲了 我前面也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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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我等一下进去路 因为当时我前面讲了 就是说我 讲啥 我你太吵了 下面装修 底下又有车 哎呀我怎么就在阳台路了 而且太阳又西阳西下 照射了我脸 天 眼睛倒下 讲完这段我们就进去了 然后当时的话 因为 操 我讲的啥 我这 啊 fuck 因为水洗牛它已经 已经 人为的破坏过干预过了嘛 已经是定型了 就不管你怎么一样怎么穿 它其实都不会那么好看 然后一条圆牛的话 就是很很很很符合我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查各种资料 哎了解到 哎原来还有日牛 还有国牛是吧 然后就开始了 我的养牛这个道路 好我们进去吧 外面环境太嘈杂了 我一开始养牛的时候 我是内心是很抵触这个水洗牛的 所以在我养牛的头两年 我基本上也没有去再买过水洗牛 都是买原牛 我觉得自己 自己穿出来掉色的时候才有味道嘛 其实当时想法也特别偏激 那现在想法完全就是变了 那对牛仔裤的看法 就不会那么的偏着那么的极端了 现在的想法就是比较中庸的 因为这个东西存在 它就是有道理的是吧 我现在比较遵循内心想法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看 你觉得它做工好 我就会去买它 不管它是原牛还是水洗牛 当你真正了解了牛仔裤之后 你的想法就不会变得那么极端了 因为你会发现水洗牛跟原牛 它们没有水高水滴 水滴个高水就漏了 是吧 它们各有各的一些魅力所在 以水洗牛来讲的话 它其实能做到我们养牛玩家 就是平常做不到的一些效果 像大面积的一些破坏 一些糜烂 一些污渍 因为我们养牛的话 我们平时就日常生活穿着 我们没有去干很多脏活累活 所以它的旧化效果出得来 肯定就是中规中矩的那种 不会很极端的 哪里破了哪里怎么样了 除非像我之前骑车骑摔了之后 那就整个膝盖磕出一个洞来 不然你日常想穿出一个洞来 是比较难的 除非你某些部位特别大 那还是比较快的能穿出洞来的 那所以水洗牛的话 它就能很快达到这种效果 而且水洗牛它的 因为它能做各种效果 各种破坏 所以它的酷刑 它的一些效果 就能千变万化 那不像圆牛 基本上就是说 你蓝色的一个深浅 你的吊色好不好看的 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而且每个人生活习惯 都不一样 有些人它很温和 可能穿很久 那它这个裤子 还是原来这样 所以说 以搭配角度来讲的话 水洗牛的话 肯定是要比圆牛更好搭配的 而且水洗牛 真的能选择的酷型也是很多的 不像圆牛 基本上就是锥形直筒 紧身宽松这样子 它不会有很大结构上的一个变化 因为做圆牛的你懂的 你想要好的圆牛的话 它都是遵循了一种复刻的心理 需要复刻 当年李维斯的这样一些东西 遵循着用一些老机子 一些老那个粉嫩机去做 所以说它的结构会比较简单 但水洗牛的话 因为它们要考虑批量生产的话 它是不可能做到每一条都不一样的 所以圆牛的话 你穿着的话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穿的裤子都是不同 那这一条养出来的圆牛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是养牛的这样一个乐趣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 它们各自的优点就是说 水洗牛它们千变万化 能各种造型能利益搭配 但圆牛的话更考验一个人 因为养牛的话 它是基本上以年来计算的 可能以半年来计算 或者你要穿几年 你才能穿出这样一条好看的裤子 这也是对人的一个耐心的磨练 我也特别反感了一些 把牛仔裤看得太重 就是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特别的遵循一些条条框框 一定要说多久洗一次 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牛仔裤就是你生活方式体现 你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可以尽量少洗 但你也总不能不洗是吧 这谁受得了 我觉得我的底线就是说不影响他人 因为牛仔裤穿久了 肯定会发臭的了 就是在不影响他人 自己又能忍受得了的情况下 我会尽量去少洗它 其他情况下 我该洗还是得洗 我觉得臭了 尤其天气热的时候 臭了之后我就洗嘛 因为就是你生活习惯的体现 是吧 所以说 有时候我觉得养牛大赛 是不是有点蠢 就像生活习惯 为什么要比个好坏呢 其实没什么好坏可以比的 养牛的乐趣我觉得 反正是在于自己的 更并不是给别人看的 就是说你自己慢慢的这样 养出来穿出来 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的 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我对水洗牛 以及圆牛的一些看法 那现在呢 两种裤子都会买 而且两种裤子我都很喜欢 而且这两种裤子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以它的工艺上来讲 其实也不分伯仲了 因为水洗牛的话 它必须要经过一 道人为去水洗做就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在这一环节的成本 肯定是要比圆牛高的 但圆牛 为什么基本上比水洗牛贵呢 就是因为圆牛 它有一部分情怀在里面 就是说你得需要一些老机子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产量比较少 物以稀为贵嘛 而且它玩的人也比较少 所以就这样子导致了这个圆牛的成本高 所以说水洗牛就是说 它在一些工艺处理上 肯定是要比圆牛贵的 但圆牛呢 在一些原材料 一些细节上的这些地方呢 肯定又是比水洗牛贵的 所以说就是部分上下的 那总结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产品 它是没有一个豪坏之分的 它们有各自的一个优点 那关键看你怎么去搭配它了 关于水洗牛跟圆牛的选择的话 那还是那句话就是 你内心喜欢适合你的 那肯定就是最好的是吧 那最后做一个小调查 喜欢圆牛的扣个1 喜欢水洗牛的扣个2 最后我也建议没有养过牛的 可以去尝试了解 传一下圆牛 因为一旦当你开始了之后 你会渐渐发现其中的一些乐趣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